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這個圖 是子星班上同學體重的次數分配脂肪圖 這是體重啦 這個是人數啦 那折不到50公斤則佔全班人數的幾% 我們現在把全班人數把它加起來 我們看45到50公斤的有幾人 有三人啦 所以我把它標上去 50到55公斤的有6人 那這是8人 那這幾人呢 這4到6是幾人嘛 所以是5人 那這個是8到10之間 這個是9人 那這個是也是5人 那這幾人呢 這個是4人 所以這n的話 總人數是幾人呢 就是3加6加8加5加9加5加4 有幾組呢 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7 再check一下 3 6 8 5 3 6 8 5 9 5 4 9 5 4 沒錯 那這樣的話總共幾人呢 這個是10啊 20嘛 然後這個多少 這是12 12加8 所以這是20 20啊 這是10 這是10 所以總共40人 總共40人 總共40人 總共40人的話 那麼他說不到55公斤 不到55公斤就是這兩組啦 這不到55公斤以下 有多少呢 有那個9人 他是佔全部的百分之幾 就是那個 就是小Ni Ni的話呢 是等於多少呢 9個人嘛 他除以40 他乘以多少呢 百分百 百分之一百 那就約掉了 呃 40人 9個人的話 這樣的話呢 2得4 25得10 這個9545 45除以2 那這樣幾%啊 22.5% 所以呢 是 嗯 不到55公斤 有9個人嘛 9個人的話 除以什麼 9的話 除以這個 40 22.5沒有錯啦 22.5% 22.5% 再來我們看看呢 這個第二個 第二個空格 人數最多的是哪一組 當然是最高這一組啦 就是65 這是第一小題 第二小題的話 就是65到 70公斤這一組啦 這一組 這一組最多人 再我們看呢 第三小題 佔全班人數的幾% 65到70 這個是 有9人嘛 啊 跟他一樣啊 也是22.5% 就9 除以40 他乘以百分之百 這個是22.5啦 22.5% 22.5% 有9分之百 有9分之百 有9分之百